结婚这么多年 他什么事都和我对着干 我很多事情最后还是顺着他的意思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还是对我不满意 自从去年做完手术 他变得越来越不上进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现在两个孩子还小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希望他能多理解理解我 别再因为这些事跟我吵架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钱先生37岁来自河南工人 年纪是35岁来自河南无业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是我要来这个节目的 来这节目干嘛 去年他得了那个刘建编突出 他总是不上进 就感觉自己没用了那种 是来激励老公的是吧 对 我说到他什么都不听我的 我也不是不听他的 去年我刚做了手术 才一个多月他都让我去当保安 医生都说了最少休息一年到半年 他最少在半年 他两个月都让我去 当保安问题是他也不累啊 他就跟休息是一样的 当保安跟休息一样啊 也不用干活嘛 他又坐在那里啊 所以说我就想让就全当休养了 让他去一下 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 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是希望老公能上进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你们俩结婚多少年 结婚15年了 孩子多大 孩子两个儿子 大儿子13岁 小儿子8岁了 您的资料上面说您无业 什么意思 我就是干兼职 跟人家打扫卫生 干小事工 就这么说 您给家里挣钱吗 也挣一点 还是挣得少嘛 家里的主要收入是先生 是吧 对 所以我给他找给我干保安的活 他有时候也不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活动板房在工地上面 现在还在工地干呢 对 那你妻子希望你做啥呀 让我回到家那边 跟着我表姐夫学木工 为啥不去学木工呢 学木工不是三天两天 能学会的 在说刚学的时候 有没有工资还不好说 家里边还要开箱嘛 有小孩 有老人 所以在你的心里觉得 他给你指的那条路 并不是一条好路 或者叫不现实 是这意思吗 对 不现实 去学徒有工资吗 就是他家亲戚嘛 他肯定也会给一点多少 有工资吗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 就是他学了 就是打一个长远的计划 就是想着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有可能是没有工资的 是吧 那么如果他去做了木工活之后 他没有工资的话 这个家里面怎么生活呢 我就是出去也可以挣啊 我就是挣点零花钱 反正慢慢去干 我意思是说他在家里干 我也可以帮着干一点 所以你是想要 一个长远的规划 对对对